或者是有些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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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有些事情。 好,我們今天的活動終於在大家沒有掉進容顏裡面結束了。 因為我們今天新的內容準備了很多,所以我們必須在六點左右要結束我們今天的所有活動。 那在結束之前呢,活動的最後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回饋嘛。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大家呢,每一個人都說一些或一件,你今天覺得你收穫最多,或是你學到新東西,或是你覺得這個東西可以帶回去很好用的地方。 嗯,不只是像我們這樣子的特殊需求的團體齁,齁,那其實針對學生呢,我們到最後也一樣會做這個反饋的單元。 大家想好了嗎? 大家想好了嗎? thinking hats on? You all look at me like that. I get really weird when I'm hungry and tired. 她肚子餓或累了是會怪怪的 想好了嗎? 好了. So have a think basically. thinking hats. Oh you're done already? that's why you were like, I don't need to think it out. Shall we start over here? From here. It doesn't have to be in English. 簡短的說哪些東西讓你 有小心的體驗或是 非常受用的地方. Be comfortable. 今天的課程嗎? 沒有講前那麼多天前. 搭避難小屋的課程 我覺得很適合現在 國中正在推的戶外教育. He likes the shelter building. It's very nice for us when we tak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group. Okay, good. Next one. 我覺得今天的遊戲都很不錯. 然後就是它是綜合型的. 遊戲但是又可以譬如說 可以算算書或者是認識昆蟲. 我覺得是綜合性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很不錯. 所以她喜歡所有的活動 因為它是綜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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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綜合性的 很多東西. OK, good. Lots to learn. 我喜歡那個小老鼠. 然後她喜歡猴子. 對,那是我喜歡的 我也是喜歡搭建房子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帶回去 齊地使用 我們先學習 完美! 我覺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因為我也還在練習他們 就從我們一開始到FSC 到現在他們所有的教師 對於學生和學員的回饋 就是他們 我們 他看我們的表現 或是我們在 上台分享的時候 他們給學生的回饋 那個回饋是 不帶批評 是很舒服的 然後我現在還在觀察 跟練習這件事情 他愛你回到學生的方式 並不是一個抗批評 是一個抗批評 當然 謝謝 換我 其實在我們的森林裡面 還是可以 就是做很多的環境教育活動 譬如說 就地取材這些木材 或是林地裡面的生物多樣性的部分 這個可以 變成我們未來思考的這些方向 因為今天這個活動 會有很多的興奮 因為我們還有更多的 我們還有更多的 我們還有更多的 我們也有更多的 它一直在改變 和轉變 對 我很喜歡 今天各式活動 都種了很多的類別 都會結合到生活 戶外或是環境的 雖然我最喜歡就是那個老鼠 因為我覺得實際可以透過競賽 然後又可以實際 到野外的話 如果你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的話 你如何去做 讓自己不要失誤 讓我們可以結合生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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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 對 對 對 catalog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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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沒有人去誤促了 這個部分我倒覺得真的很佩服 好 接下來我要 我有興趣的是說那個建立那個Share的小屋 然後那小屋的部分 因為大部分我們的木工課程是個人的 然後或許它可以作為後續木工課程的 沐浴教育那方面的一些進階的課程 因為那裡面有些團隊的建立或者其他的部分 也是很喜歡那個大方姐有提到的 就是看到教師他們對於環境的安全和學生安全 都有一直就是看在眼裡這樣有一直觀察 然後我也很喜歡就是教師他們給學生東西是很開放的 沒有很多的限制 然後課程中也很多都是體驗 沒有太多的就是什麼目標或者是課綱的東西的那種感覺 對 好 其實它有喔 它很清楚的教學目標 對 它是他們沒有把教案拿出來給我們看 但是你其實 如果把那個昆蟲的那個蟲蟲那個課拿出來看 它教學目標其實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那可能是跟我們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可能會有很多的室內課就是先背知識的東西 然後才說具體驗 都是用體驗的方式來提一些知識 OK 首先 她很興奮於你 因為 你領域的課程 但你也要注意到我們的安全 有很多東西 對 有很多東西 對 第二 你用了很多經驗的活動 去補充知識 謝謝 好嗎 嗯 就是我還蠻喜歡的課程裡面很多都不會搞什麼要怎麼樣做 就是很多就是一些創造力跟想像力 就是 就是你需要自己去思考的東西 因為台灣很多都是 就是可能先寬好給我們的東西 然後我們才去發揮 這個其實對於我們未來生活工作的時候其實沒有那麼大的 就是還是會有受限到一些影響 就是失去就會受到影響 對我比較喜歡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很多是 就是像她的課程都是 就是很多課程都是那種綜合性的 例如說像她的小屋就會結合到未來可能有些建築方面可以就是結合在她的課程裡面 然後像她的一些團隊活動就是 她除了就是團康活動之外其實也在就是在練習怎麼樣做分類 就是我覺得這個方式很不錯 一件事可以做很多 好 那我比較喜歡她們引導幼兒學生的那個獨自思考的方法 因為這是我們台灣學生比較欠缺的 然後我也會嘗試用她們的方法以及她們的教具來去練習 她確實應我們的學生們 對今天的活動是讓我們想要學生去想想不自身 對於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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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聽到很多人都提到說呢 我們對於孩子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然後跨領域的學習這件事情 他自己也是很認同這樣子的主題式的教學法 畢竟我們的孩子在過去承受了太多考試的壓力 跟考試的限縮了我們的思考方式 那或許我們可以一起努力想想看用什麼樣的方式呢 能夠促進我們的孩子有這個解決問題 然後獨立思考的能力 So that kind of rounds up today and I would just like to say thank you really I mean we'll see you tomorrow but like just thank you because you have participated really well and taken part in whatever we've thrown at you which has been really good 然後我最後要說是謝謝大家今天熱情的參與 我們準備了很多的東西 那可能都是一個點狀的這個呈現 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投入 然後也謝謝大家給我這麼多的回饋 謝謝 and you all do amazing jobs as well I'm sure hopefully today hasn't inspired you and given you a taste of different things but I'm sure you all do amazing jobs and 大家都做得很好 so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